現在招請正方主便發言 你有四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可宜 可宜 叮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 大家好 一杯咖啡除了會散發出咖啡豆控陪過後的香氣 還有在背後無數的捱生捱死咖啡小龍的血汗 和無良商家不擇手段賺錢的銅酬味 為何這麼說 根據樂師會的數據 咖啡僅次於石油 全球第二大的交易商品 經濟總值高達每年510億美元 但當美國人每天在四個多美元 去星巴克買杯咖啡 真正去到農民手中的可能連一個巴仙都沒有 面對全球技術的剝削 戰亂隨時發生 國家腐敗 知識水平低等的結構性問題 公平貿易就是目前小龍唯一的出路 我方參考了國際公平貿易組織 定名的十項原則和理念 公平貿易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小龍的 工作和社區環境 常見做法有兩大特點 一 訂立咖啡豆保證收購價 備免價格波動 二 為家庭和社區提供資助改善當地基礎建設 舉個例子 小龍要得到公平貿易認證 就需要符合相關的條件 例如不可以用有毒的農藥 和不可以用童工 然後申請公平貿易產品商標 審核包裝設計 最後除得證明 要審視公平貿易是否有效付分 就需要訂立明確的準則 而我方今天衡量辯題的準則 就是在於 在現階段的結構性問題下 公平貿易是否可以即時做到 是否現時可以做到 宣援小龍的困境 以及長遠而言 這些政策是否有預防作用 甚至幫助小龍的後代有自力更新 相反有方同學要反正辯題 就必須證明公平貿易 在現階段和未來都是毫無幫助的 而我方認為辯題成立有兩大原因 第一 就短期方面 提升咖啡小龍的收入 要提升收入的首要條件 就是起碼要有穩定的銷售渠道 但諾斯會曾訪問江國的農民 在沒有公平貿易下 他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咖啡豆 是連最基本的合法銷售途徑都沒有 需要偷運成品去其他國家加工 那就當然會剝削 而在有公平貿易的政策下 農民得到組織的協助成立合作者 由個別變成一個群體 加上保證收購價 收入就會有顯著的提升 根據台灣著作咖啡萬歲 中美洲小龍原本只能以20美元的價錢 賣給中間商 但公平貿易公司就會以每磅1.26美元 向小龍採購 給中間商的價錢高出6倍 如果未經使用化學肥料 或者殺蟲劑的有機咖啡 每磅還會有多15美分的補貼 賣的價錢高了 生計壓力就自然會即時舒緩了 第二就長期方面 改善社會基建為後代脫貧提供機會 飾演電影狼人的荷里活巨星 邱爾克曼 在2011年成立了 微視人咖啡這個提倡公平貿易的品牌 他將公平貿易咖啡所得的全部收入 用來啟動百多項慈善項目 大致在伊索比亞當地建設盤蓋系統 將更多的水源引致咖啡栽種的區域 小致為咖啡小龍之父屋寧流水 房屋大破等的收善費用 更會將利潤用投資在教育和社區發展的層面 實際上荷蘭內匯康大學的研究指出 截至2014年 哥斯達黎家由國際公平貿易推廣協會的社區發展機構 Children of the Field Foundation 資助了240間學校 以及為超過2500名的學童提供獎學金 有了公平貿易政策 有方又認不認同他們是多了資源 去對抗醫療教育和農業發展水平極低的環境 如果認同又承不承認這些基建發展 是有效令到小龍的浩蕩撫群呢? 多謝各位 好,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04秒 無過時無需求分 現在是凡方主辯 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客人鏡頭示意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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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聽不聽到 可以大聲一點 可以啊,聽不聽到 現在可以,清晰 好,聽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 再坐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出來跟我們說 公平貿易咖啡多麼有效 農民有多麼慘 做了這個公平貿易咖啡之後 是可以幫助農民脫離腐海 但事實上是否真的可以呢? 聽完有方主辯的發言 可以用4個字的概括 有方的立場就是直線邏輯 今天有方同學真的很天真地以為 做了公平貿易咖啡之後 錢賺多了就可以幫助了咖啡龍去脫貧 但事實上是否真的可以 好像有方同學口中所說的那麼遠 好,今天 因此我方今天變態 因此我方今天反對變態 原因有二 第一,公平貿易咖啡的理想 和現實不一 雨林聯盟認證指出 全球咖啡產業一年賺的 加碼有6億美金 但事實上 只是有少於10%給到農民手上 還有在巴西東南部的盧江江會 收到投訴 就是說公日門指出 在沒有發生過礦工 沒有發生過預支薪金的情況下 他們的薪金裡面出現了 黑扣工資的情況 而且所謂的有薪假期 都是根本沒有支付過薪金的 有部分連一半的薪金都沒有 而公平貿易咖啡的標準 就是可以幫助最基層的勞工去扶貧 而不是幫助機工 所以 但是現在事實上 現在事實上 最基層的勞工是並沒有受惠的 第二 公平貿易咖啡參加者 得不嘗試 現在合緊的公平貿易的混合方式 但是都是由合作者聘請勞工 再由合作者支付應支付申請認證的費用 而申請費用最少都要2200歐元 而且還要每年支付最少1300歐元的續幣 由此可見 公平貿易咖啡單年的行政成本是十分高額的 有機會是會令到合作者去虧錢的 好 在06年的加拿大葵北克大學做了一項調查 就是公平貿易合作者為期六年的運行調查 發現 在這六年 投放的資金 最終都是賺了七成的本金 等同於他們現在還在虧三成 因為他們要支付認證費 廣告費 四區發展金 保證金等等 由此可見 由此可見 合作者通過公平貿易所得的利益 基本上都是拿來填補成本的 再者 咖啡在世界上第二大出口貨品 僅此於食油 全球已經有1億人從事咖啡工業 但事實上 但事實上只有80萬公平貿易咖啡勞工 為什麼這個數字會這麼少呢 因為有關合作者的行政成本過於高額 所以說 世界上只有少於700間公平貿易合作者 好 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 在這34年內究竟有哪些國家 哪些地區 是通過公平貿易咖啡脫離第三世界國家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便發言時間是3分21秒 沒有過時 不需要扣分 然後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排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便會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之後會有一分鐘的時間回答 提問和準備一樣 在時間到達前15秒會有一丁的提示 時間到達之後就會有兩丁的提示 接著就由反方排出一位的台上便員 向正方主便提問 請評判就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至第一格 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雜問分數 現在有請正方排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正方排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準備好就可以示意了 可以了 正 以下問題是反映了有方同學 對公平貿易政策有效性的判斷 想問有方同學 你認為公平貿易咖啡的政策 要繼續地取消呢 請有方同學正面回答 多謝各位 好,1分鐘準備時間 好,1分鐘 先問你 先測試機會 好,準備時間結束 那現在呢,反方主編會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可以 可以 叮 主題評判入方和我的座座位,大家好 多謝入方的提問 我方認為是不應該進行公平貿易咖啡的 因為在這三十四年內 在這三十四年內都是在進行公平貿易咖啡的 我們會看到這個成合非常低的 農民不停都是在賺這麼少 過了這三十四年 他們還是在賺這麼少錢的話 為什麼我們還要去進行公平貿易咖啡呢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不停在虧錢的 合作社都是不停在虧錢 所以說這個是沒有讓人去進行公平貿易咖啡的 多謝各位 好,那現在呢,就 對反方提問吧 請反方拍照在台上面的答問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那準備好呢,就請向鏡頭示意 謝謝 請反方拍照在台上面的答問 請反方拍照在台上的答問 請問,請問看清楚 聽得清楚的 可以 請 主持平妹右方頭在座 各位大家好 我想請問一下右方的朋友 我們公平貿易咖啡在1988年就已經開始 所以現在去到2022年了 進行了34年這麼長的時間 我想问有方同学在这34年里面 究竟有哪些地区是通过公平咖啡贸易 可以脱离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呢? 既然有方同学觉得这么有效 请有方同学你明确地指出一些地区给我们看 有哪一个地区已经不再是第三世界国家? 多谢各位 好,那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开始解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 主席、评判有芳和在座 各位大家好 首先多谢有芳的提问 有芳刚刚就问我们这34年里面 究竟有哪一个国家 已经脱离了第三世界 但是其实有芳 你们今天用脱贫这个标准去定立 其实不切实际 他们现在面对的贫穷 不是普通的贫穷 是赤贫 他们现在每天还在吃树皮 还在面对战乱 连学都没得回的时候 有芳又是不是要这样去挑一万步 要求他们已经要脱离了第三世界这个国家 其实有芳今天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又好像你叫一个小朋友 他从成绩的最底层 要考到全级第一步 并非他们考不到就是无效吗 他现在脱离不了 是不是就是无效呢 多谢各位 好 现在就有请整方排出 抱歉 不好意思 台上发问的环节就结束了 现在有请整方第一副面发言 你会有三分钟的发言之间 如果准备好就可以向镜头示意了 可以 叮 主席 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来到一副的位置 我想首先归纜一下 刚才有方主便的发言 有方同学今天说 这些合作商会剋扣农民的工资 又说入会废高令农民得不常失 有方同学形容到公平咖啡 贸易咖啡这么没用 但当我方主便问你 是否承认政府这些政策带来的基建投资 是可以令小农后代脱贫 有方同学呢 又秘而不达 证明有方同学都不否认这些基建 是带给他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 接着我方的台上发问问 是否应该取消公平贸易 有方同学都认同要取消 但又请有方同学正面回应 他们这些农民教育水平这么低 不起学校 究竟有没有机会可以令他们后代脱贫呢 今天有方同学又说 合作商会剋扣工资 证明有贪污的问题出现 但其实公平贸易 现在是会有一个叫做独立公平贸易组织 去监管 不要以为只有摆设 这个组织是会采取实地的拜访 去监察其下的农场 之后都会写报告 确保这些生产者的利益 是投资在这些发展项目上面 然后今天有方同学又说入会费高 但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些入会费 是会放回到他们的社区投资 帮他们有长远的发展 令他们可以自力更新 有方同学今天以脱贫 作为有效扶贫的标准 明显是不切实际 好像我方主便所说 他们现在面对的是赤贫的状况 而方他们脱贫根本 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时间 不是一时三刻就可以实行到 我方都不是反对这个最终目标 只是如果拿这个最终目标 是用来衡量现时政策的成效 根本就不合理 今天我方承认变题成立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有助提高农民的收入 而根据资讯及解释公司 爱斯维尔一份在2011年的调查报告 指出了公平贸易咖啡对秘鲁的实际影响以及成效 根据调查结果 发现在秘鲁每个家庭 在参加完公平贸易咖啡之后 可以额外获得一千元美金 也是占他们总收入的两成 由此可见公平贸易 是可以提升到小农的收入 从而答到我方前面所说 预防一些未穷到极致的农民受到剥削 以及舒缓现有的赤贫状况的农民的扶贫方案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如果像你们这样说取消了公平贸易 有方怎样保障到他们的下一代有读书机会 怎样保障到他们的社区有基建 这些可持续的发展 多谢各位 正方的一副发言时间是2分53秒 没有过时无需靠分 接着是凡方第一副变 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正向镜头示意 可以 主席 评判有方同学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和我们说一件事 原来提升收入就会令到生计压力低 就等于可以令到他们的质素更加好 但事实是否呢 原来生计压力低的时候 但生活压力始终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原来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数据 跟我们说 我们这个生计是上升了 我们的收入是上升了 但原来我找完找完 根本都不够公书教学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实质帮过他们呢 有方同学也承认了教育是脱贫 甚至是扶贫 帮助他们向上流动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如果 连教育这件事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 究竟有没有效呢 整个计划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在各位 大家好 在公平贸易下 其实每一杯的公平贸易咖啡 你比一杯咖啡大概贵20元左右 那我们假设如果星巴克 他卖入45杯咖啡 其实他们价钱了900元 那好了 我们一起算一下这条数 但是在这个系统下 原来农民就只有5毫 我们再乘回 美金、美金、美金的计算 乘回7.8 即等于4元 原来做到新水新汗的时候 都只不过是拿到4元的时候 但是企业拿到900元 在这个差距那么大的时候 贫荷原属根本没有收窄过的时候 他们怎样向上升 怎样叫做扶了贫 也就是说 现在星巴克买每一杯咖啡 农民拿到4元港元 这件事是绝对不合理 而今时今日我们看到有这个情况的出现 为什么咖啡 正如我们可以看到 那种咖啡的地方 永远永远都是在一些第三世界的地区中植 正正因为有分同学 你都说了 教育程度低 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之下 相当之严重 而有分同学 你今天支持这个系统 正正就是加剧了这个局面 令到企业会利用一班咖啡 和他们的知识水平低 或者甚至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之下 剥削他们应有的权利 有分同学来说到好美好滑 赚4元或者都是开心市 起码是赚 好想继续吃树皮 但我分同学 你今天赚4元 都是依然继续吃树皮的 因为当原来整个东西是抵消性作用的时候 根本和没有赚 没有分别 因此他们根本是没有办法直接脱贫的 今天我们看到原来所谓扶贫计划 这个系统扶的都不是最底下那些咖啡龙 甚至原来只是在帮企业的时候 这个已经是扶星巴克计划 并非扶咖啡龙计划 并非扶贫计划 又何来有效扶贫呢 有方同学 再说一个应该要为咖啡龙发声的扶贫系统 到最后扶到大企业 已经证明这个计划是一个很严重系统性的问题 当目标和手段完全不相符的时候 扶贫永远都只会是一场梦 而我们今天看到就是 有方同学们跟我们说秘佬的例子 秘佬的例子里面 跟我们说到他们现在有一些 每个家庭都会有一定的上升 正如我们说回来 我们帮到这班人 究竟他们被佬他们家庭 究竟他们里面的人 是在做整个贸易链里面的哪一个部分呢 是咖啡龙 还是做技工 究竟如果我们在帮的 不是针对性那班人的时候 那整件事根本就没有针对性的效果 因此有方同学今天用例失败 所以根本我们由此认证 这个计划根本没有办法达至成功 甚至有可俗性 多谢各位 三方的发言时间为三分十五秒 没有博士 没需求分 那现在呢 有请正方第二负面 那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请解采示意 可以 可以 叮 主席评判在这里 各位大家好 其实听完有方主辩一副的发言 不难发言 双方都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咖啡小龙的而且确是面对备受波 Mosser的处境的 但面对不公平的贸易关系 有方同学坚持不用公平贸易 在他们眼中公平贸易 就是一点成效都没有 那我们不妨由小龙和社区的角度去疏离一下 首先是由小龙的角度去看 有方今天说 有效就是要短期内 即时改善他们的生活 要脱离第三世界 你有没有想过这群小龙 他们是处于一个战亂奋范 严重机构 甚至基础建设都极度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在这个这么恶劣的环境下 要怎样才做到隐方同学口中所说的脱离第三世界 根本只是一个千方耶谭的车浪 以香港为例子 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党会 有成一百万人都没有三餐温饱 第三世界这些农民来说 又怎样做到有方同学定做的脱贫 根本就不切实际 我方都说多次强调他们面对的是结构性的问题 考虑到他们面对的问题 公平贸易政策有效性 应该就是要看小龙新界压力 有没有得到舒缓 保证收购价是国际剝削价的六倍 留意是六倍这么多 加上一些家庭津贴 他们日不夫知的问题 绝对能够得到改善 好了我们再以社区角度去看 有方同学就说 他们的会费很高很高 但其实我们今天不断看到 公平贸易是有社区发展基金这件事 有方同学都不敢否认 根据英国公平贸易机构在2018年的数据 通过认证的咖啡龙 获得7600万欧元的社会保证金 这一笔钱是可以帮他们改善社区建设的 根据荷兰的大学在2011年做的调查 每个家庭平均每年都可以得到1000美元的 社区保证金援助 是可以在这一笔钱里面 是可以帮6成5里面提供兼作技术 三成用来做子女的公书教学 长远来看我们的社区建设 是可以由落后变得更加进步 令农民农家设施更加先进 平均受教育的水平得到提升 就是可以避免再被合作社利用 那又为什么未能够扶贫呢 这一种帮助我不叫扶贫吗 根据公平贸易机构 Feddy Cocagua 他们的成员有七成都是肚住 经济条件困难基建落后 但是因为公平贸易机构 他们就可以得到一系列的服务 包括技术支援 或者在当地建设新的措施 长远来看 对抗结构性问题 为什么做不到预防甚至脱贫的目标呢 最后就想问一下右方 难道你们是想取消所有公平贸易 连这些对小龙来说的救赎都要抹准买 多谢各位 正方以赴的发言时间为2个人17秒 没有过时 不需要扣分 现在就有请反方以赴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适合计算一下 我说很多次可以 我说很多次听得到吗 我字幕增弹 请问大家听到吗 我认为欣赴的租区 可以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在座 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同学一直跟我们讲 不是 刚才我们主片都已经跟一副都已经讲过 公平贸易咖啡由1980年 退出至今已经34年 但是为什么会连一个参与国 透过这个计划之后脱离第三世界的例子都没有呢 有方同学一直不讲答案 你们是不敢答还是不懂答 而一位置来到二夫 既然你们都一直在回避问题 那我们都不浪费时间直接帮你们答 其实事实上 公平贸易咖啡没有有方同学想象中那么有效 所以公平贸易咖啡实际上做到的 和理念非常之不一样 而有方同学一直都搞笑 和我们讲话这种文很惨 另一方面又和我们讲话脱贫是很离地 我想问有方同学扶贫的标准是什么呢 其实扶贫标准是不是多了两个小朋友 读了书就叫扶了贫呢 那根据2020年1月 为后代提供机会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机会在哪里来呢 那刚才有方同学都和我们讲这些农民很惨很惨 但公平贸易咖啡其实是否真的帮到他们呢 首先我方同学都已经说过 这个公平贸易咖啡的理念和实际做到的非常之不同 那有方同学是不是真的要继续推崇这个这么失败的计划呢 其次参加了公平贸易咖啡的农民是得不偿失的 大家都知道要脱贫很重要的就是教育 而接受教育的前提就是要有钱 假设有方同学说的是对的 公平贸易咖啡是可以令到某些人有钱 但这些有钱的人其实是不是公平贸易咖啡 这个计划的初冲上帮助的咖啡龙呢 而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好像伊地马拉 有提供六年的初等教育 那我们假设有方同学对于教育方面所说的东西是真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依然看到当地受到教育的人数是没有上升的呢 那当地类似学校的这些基建的不足其实是否违背了公平贸易咖啡成立的时候 对于排序运用的承诺呢 那其实公平贸易咖啡排序有两大主要用途的 首先就是落榜告 那大家都明白如果你不去落榜告或者去做推广的时候 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有你这个所谓这么好的公平贸易咖啡系统存在 而排序第二个用途就是在加入了这个计划之后的 国家或者地区里面兴建学校这一类的基建 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所有参加了公平贸易咖啡的国家 或者地区里面的学校设施是根本不足够的 那因此这个计划连承诺的东西都做不到的话 那它做的实用性真的很令人怀疑 多谢各位 订订三分钟 好那反方已付的发言时间为三分钟 没有过承诺需求分 那现在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子 那双方各有两轮的发问 那首先呢就会请政方排出一位台下边缘发问 那开即发问的时候就开CAM和试麦 那然后呢你就会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就可以向镜头试意了 那先请政方的台下 那准备好可以开CAM和试麦 准备好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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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英国公平流浴组织 Circovasa 因为公平流浴组织的出现 社区基建得到提升 其中它们包括增加了40部的脱章机器 1000部的收剪锅 而这些建设都是对农民发展大有帮助 那有科同学是否觉得这些基建完全无效 完全不能扶贫呢 多谢各位 好那现在会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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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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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